各位,你们好,欢迎大家来到阿N与阿Lam频道。 今日,我们会继续为大家介绍,香港著名歌影天后,梅艳芳的生平同故事,希望大家喜欢。 梅艳芳与慈善事业,1993年,华东水灾,梅艳芳组织捐款,与谭泳伦一同担刚,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的华东水灾震灾而演,作压族嘉宾。 同年,梅艳芳正式成立自己的梅艳芳四海一心慈善基金,至今仍在造福社会。 梅艳芳曾举行多场慈善演唱会,受益捐助老人院医院。 梅艳芳四海一心慈善基金的首次酬款活动,于1993年在加拿大多伦多举行。 盛大的慈善晚宴,加上流兵演唱会,一举酬得400余万善款。 军捐赠与多伦多大学徐立之博士,作为维传学研究, 并打破当年多伦多华人社区的最高筹款纪录。 梅艳芳更推动成立,香港影视明星体育协会慈善基金,服务对象以老人为主。 他一生为公益出力,曾担任香港洛斯会的洛斯大使。 1994年,在香港举行的筹款万宴,及奖券二卖筹得750万善款。 其中200万捐赠玛丽医院的基格系统再造计划,成立新骨科手术室。 阮方障期定名为,梅艳芳骨科手术室,香港医学博物馆, 东华三院福幼基金,九龙医院,香港大学教育学院无尔科室, 及国内儿童福利等用途。 梅艳芳还曾捐赠百万,兴建东华三院护老中心, 真正为各地华人社群的医疗、安劳、教育、社会福利及研究等各个领域, 带来支持和鼓舞,体现及光大了四海同心的慈善精神。 1999年5月21日,梅艳芳出任洛斯大使,远赴云南, 探望儿童。 2002年,美国加州州奖颁发梅艳芳结出慈善艺人荣誉。 同年12月15日,梅艳芳出席保粮局活动, 当场捐款助养500个儿童。 2003年2月16日,SAA动物捐赠大行动,加港声辉耀仪康。 梅艳芳,演唱此事故人来,发起撤撞行动。 同年10月,联合国亚太残疾人组织, 在沈阳发起10.25爱心永恒巨星演唱会。 梅艳芳负责牵头,召集演出人员。 后因身体原因,未能出席此次演出。 梅艳芳去世后,为发扬和延续他的善心。 梅艳芳国际歌迷会,和梅艳芳四海一心慈善基金, 依靠的有的资金和歌迷,有人的捐赠,继续为社会务集善款。 2004年,梅艳芳逝世一周年之祭,梅艳芳四海一心慈善基金, 将电影十面埋伏剧组,及周年祭慈善晚宴囚集得的善款, 捐赠与香港大学做研究用途。 2008年5月,文川大地震期间, 歌迷会和梅艳芳四海一心慈善基金, 分别向灾区捐赠十万善款。 此外,还先后捐助了香港监护者早期教育中心, 福幼基金会,以及洛斯会扶贫发展工作等公益事业, 为支持中国贫困地区的希望工程事业, 童年,经纪人黄敏惠,及有人林建岳, 在梅艳芳逝世五周年之祭, 筹款建立了贵州省为水愿打印香梅艳芳第一小学。 2011年,歌迷会再次捐款, 建立了广西省藤苑天平镇大波龙田梅艳芳第二小学, 为贫困地区的教育事业,做出贡献。 2012年,继续筹建了梅艳芳第三小学, 已于2013年7月,在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进攻落城。 2013年12月30日,为纪念梅艳芳逝世十周年, 举行的梅艳芳十思念音乐会, 扣除了有关开之后, 收益余款约有三十六万, 将学友和曾致委私下再捐出善款来补足数字, 总共五十万, 全部捐助儿童癌病基金。 好,梅艳芳的生平和故事, 今天就讲到这里, 下一集我们再见。 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,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, 和分享给你的朋友吧。 拜拜。